旅遊的時候 我們有的時候跟動物在一起 覺得很開心 可是動物真的會開心嗎 我們這邊要請教一下青皇 其實你不要以為動物不會說話 會有人幫動物說話 對 沒錯 尤其是動物保護組織 一定會幫動物講話 特別是他們還看到了什麼 骸駝被打到滿臉鮮血 這個場面看起來多震撼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動物保護組織 會站出來替他們講話 因為有一個國家叫埃及 埃及我們都知道 它的金字塔很有名 可是當大家看到埃及 在拼觀光的時候 他們的動物正在受苦 受苦的就是兩種動物 一個是馬 一個是駱駝 這些是很多遊客 要怎麼打會打到 那個駱駝的滿臉血 因為他就直接拿家伙 直接打他的臉 然後要他往前走 所以那個狀況是什麼 就是遊客到那邊去玩的時候 很多人想說 我到埃及去 坐個白馬當作交通工具 感覺起來非常的帥氣 有人說 我到那邊就是騎駱駝 但問題是 馬跟駱駝在那邊受到的待遇 就不是你看到有這麼帥氣 因為人家會累 會要抗議 在那邊天氣又熱 所以當今天馬不願意走的時候 就打 或者是說當今天馬已經載了好多趟 人會過勞 動物也會過勞的好嗎 所以當那個馬出現過勞狀況的時候 他不願意走了 但不願意走 還是要逼他走 所以就要打他 所以我們看到的畫面裡面有馬 你看到就是現場 遊客直接看到他被毆打 打到皮開肉戰 這邊駱駝是真的被毆到流血 對 就是你上面看到那照片 那個駱駝真的被打到馬臉鮮血 然後給馬倒地了之後 被打了之後還要強迫上路 對 因為他要逼他繼續要再客 然後你看下面那張更慘 他是拉著駱駝的下額不放 一直要拖著他往前走 但他不願意走 所以他就是用逼他的方式 可是你知道嗎 你看到這些馬跟駱駝